欢迎回到这节的天下新闻 继续带您关心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数据发展 截至周一为止 加州的卫生部CDC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加州总共是有3574例的新冠住院患者 其中1163例为重症患者 另外还有1105例是疑似确诊的住院患者 加州的新冠住院人数超过了4月10的巅峰水平达到了最高 而住院人数也被认为是疫情水平的参考指标 截至周一 根据加州卫生部CDC最新的数据显示 加州共有3574例新冠住院患者 其中1163例为重症患者 另外还有1105例疑似确诊的住院患者 加州新冠住院人数超过4月巅峰水平达到最高峰值 与新冠病例数相比 住院比例被认为是追踪新冠疫情走势的重要指标 因为住院数字不会因为检测力度而被影响 在目前住院人数达最高记录的3574之前 最高记录是在4月29日 当时也只有3497人入院 当住院人数上升之际 加州已经正式进入重开计划的第二阶段 大部分企业已经开始恢复运营 包括零售、办公室、商场、餐厅、儿童保育等 根据加州卫生部门统计 加州过去的一周之中 日均新增确诊病例为4075人 创下一周平均单日新增确诊人数的新高 而加州新冠死亡病例 过去三周平均单日新增人数 徘徊在60人到70人之间 与4月和5月一周平均单日新增死亡人数 介于70人到80人之间相比略有改善 加州大多数确诊病例都集中在南加州或中部地区 洛杉矶县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目前住院病患为1515人 其次是城县和河滨县 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 加州住院人数一直平稳 但在6月15日当日急剧上升 卫生官员指 民众开始出门 没有像以往一样保持社交疏离 使病例增加的原因之一 加州正特别注重监测 疫情快速升温的县区 以城县为例 传播速度的增快 主要原因包括家庭聚会 商业和医疗设施 和当地医院接收来自其他县的确诊患者 以及减少使用口罩和社交疏离等 让我们为大家总结一下 周一南加州各县的疫情 截止6月22日下午 洛杉矶县新增2571和18例死亡 总确诊人数是85942例 及3137例死亡病例 县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中国总确诊人数 洛杉卫生局长表示 这是第三次单日增长在2000人以上 城县确诊人数为10万0422例 及269例死亡 河滨县一共有12778例确诊病例 以及410个死亡病例 圣伯纳丁诺县有9156人确诊 及233例死亡 泛杜拉县则是有1835人确诊 及53例死亡 而圣地亚哥县有10484人确诊 338例死亡 天下卫视将每日为你更新 写真证固 T罗码